接下来美食圈内有名的老涛企业家陈飞龙 要带大家去吃他心目中最好吃的日本料理 这是一家位在仁爱璐的20年老店 重点就在食材新鲜 而且可以让人吃的觉得满意又划算 像他们的鲑鱼腹肉生鱼片厚切 两公分将近有一两这么重 至于大鸣虾更是有25公分这么长 像这么高档的食材 价格只要大饭店的七折就可以吃得到 平日午餐时间老店位置坐无实习 老板满场跑招呼客人 这里几乎都是熟面孔 老顾客一吃几十年从不变心 就连重量级的老涛陈飞龙 也大力推荐非吃不可 一进门就往吧台一坐 急着品尝新鲜生鱼片 师傅我们今天先来几片生鱼片 好 没有问题 我看今天有很多新鲜鱼片 也有我喜欢的白鱼 师傅严选当季鲜鱼 首帐般大小的鸿肝厚切两公分 沾着现磨哇沙比 一口吃下鲜嫩鱼肉的味道充满整个口腔 师傅缺的鱼片就是这么大块 不是因为我 每个人来都是这么大块 新鲜的红肝嘛 这么大片啊 在嘴巴里面嚼起来啊 非常的有劲道 而且那个鱼的回味啊 都留在嘴巴里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刚用的哇沙比只用一点点 就吃到这个鱼充分的美味 这里还有隐藏版的豪华菜单 师傅会因老客人的喜好 选用当季食材做变化 熟成的青绿色酪梨 叠上台湾东港黄旗鱼鱼 加拿大马分海胆 晶莹剔透的鲑鱼卵 一层比一层还要豪华 重点是价格物超所值 这是师傅特别帮我配的豪华菜单 量很少大家看得到 但是这卡罗利亚跟这个营养都非常充足 然后呢它真的是一个美味 感觉可能便宜到三层以上 看什么东西 平均大概都是三层 新鲜又划算 令老套陈飞龙赞不绝口的店家 就是这间位在仁爱路上二十年老店 老板欧海桑今年七十五岁 拥有六十年的日本料理经验 功力更不在话下 一条长一百五十公分 重达一百公斤的土厚鱼 得两个人才搬得动 但欧海桑手起刀落 鱼身立刻一分为二 鱼骨根在一瞬间被挑得干干净净 欧海桑纯熟的料理厨艺 如今传到两个儿子手上 从日本学成归国的他们 做出来的料理每一道都令人垂涎欲滴 加纳鱼鲑鱼鲑鱼鱼卷成一朵金雕细琢的建层玫瑰花 加上新鲜牡丹虾和两块手长大一样的鸿杆 还有不容错过油花密布的后切鲑鱼度 一般来讲是差不多20克左右 我们会切到38公克 台量差不多一两的重量左右 当然客人觉得来这边就是一样的单价 可以享受到更多的量 本来比起来肉大快 经济实惠 好吃又实际 15公分的生鱼片 贪心的一口品尝 鱼肉的鲜甜化在口中 吃得出绝对新鲜 那个生鱼片只要新鲜甜度就好 口感就好 就不会那种软软皱皱的啦 就会有一种脆脆的感觉 我来这家店大概有十几年啦 我是熟客 为了让老客人知道最新鲜 老店引进零下50度的冷冻库 保存当季生鱼 想吃活跳跳的海鲜也有 在刚从水箱中被捞起的比目鱼 准备要为每位牺牲了 火焰的热力让白皙的比目鱼染上金鞭 鱼油落下在铁盘上急急作响 与红胶丝木耳丝和白饭拌出感情 再用海苔隔开熟食 点缀饱满的海胆和橘红色的鲑鱼卵 炙烧比目鱼洞相当受到本领族欢迎 金黄色蛋汁洒下锅 一丝一丝瞬间凝结在热锅上 这是替成本一斤要价800块的 澎湖大明虾量身打造的金黄外衣 卡滋卡滋的口感 还热乎乎的明虾 无论是单吃还是沾酱 都很美味 铁炮寿司是混搭风 秋搭鱼蟹肉玉子烧 再搭配芦笋用力卷起来 塞进中卷里头 内馅五颜六色的铁炮寿司 不同于传统日本口味 是为老主顾量身打造 保留传统精神 在技巧上不断求进步 食材更是要求绝对新鲜 从OK桑手中交棒给第二代年轻人 台日混搭的寿司风格 除了不会走位 相信更多了一份用心 可以让客人细细品味